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他的威严大义呢? 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《郑伯克断于烟》, 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。 郑伯是一个诸侯,春秋时王道衰威,五霸崛起。 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, 接下来有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木公、宋香公等。 在本篇中,孔子的威严在哪一个字呢? 那就是这个克字。 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贡输段, 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, 克字有敌对的含义在内, 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。 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, 事先不肯教化,不止恶于其先, 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,最后又故作仁义。 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威严上, 定了他千秋的罪状。 左秋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? 大家也许都读过了, 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。 恩伯,郑庄公是老大, 他母亲江氏生他的时候是雾生, 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。 做母亲的受了经害怕了, 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。 江氏因为这次受经, 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, 始终心里不高兴。 由此可知, 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, 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, 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。 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。 譬如从小贫穷的人, 尤其是孤儿, 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。 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, 并告诉他们, 穷苦出身, 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, 没有第三条路。 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, 对于社会非常同情, 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, 同情社会,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, 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。 另一种人成功了, 对社会非常反感, 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, 任何人都怀疑, 都仇恨。 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, 社会上哪有公平, 他心里始终反感。 这两种相反的心理, 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。 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, 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。 如参照上文, 学而不思这段, 便可思过半亿。 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, 办得无论怎样好, 孩子还是有反感。 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, 孩子虽然生气, 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。 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, 他不会生气, 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, 因为他天生有反感。 所以研究社会, 研究政治, 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。 等到这里就知道, 郑庄公的母亲江氏有了心理偏见, 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, 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。 后来江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, 次子。 在中国古代, 长子是继承官位的, 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。 中国有句老话, 皇帝爱长子, 百姓爱妖儿, 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, 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。 可是江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, 将来希望由次子继承王位, 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, 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。 江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治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。 而郑庄公对妈妈说, 治这个地方并不好, 是艰苦之地, 没有发展的价值, 既没有经济价值, 又不是政治中心。 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, 还是换一个地方好, 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, 结果把弟弟封到燕这个地方去。 实际上治在当时郑国治军日政治上的重镇, 他不敢养拥一患, 因此郑庄公用了全数, 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, 骗了母亲。 孔子写这一段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, 而用全数。 后来母亲江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, 招兵买马, 鸡草屯粮, 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, 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, 郑庄公明明清楚了, 但说没有问题, 姑且等等看吧。 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, 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, 再处理他。 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尖雄权术中的一套, 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。 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, 尤其对亲兄弟, 应该感化他, 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, 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。 最后母亲与弟弟通通造反, 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。 所以历史上有人说, 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, 以便携天子以令诸侯, 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, 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。 孔子驻春秋, 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? 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, 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, 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, 所谓乱自上升。 所以上面讲到济世吕泰山的故事, 孔子说, 曾为泰山不如临放户, 也就是这个道理。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, 子曰, 君子无所争, 必也涉乎, 依让而生, 下而隐, 其争也君子。 这是讲人类文化的基本问题, 孔子用举一鱼的教育方式来讲, 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, 是与小人对立的名单, 等于是个符号, 怎么叫君子, 怎么叫小人, 很难下定义, 等于说好人坏人, 很难下定义一样, 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, 更是如此。 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, 有时在好里会变坏, 坏人一切都坏, 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, 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。 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, 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, 好与坏是对事工而言, 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, 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, 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。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, 不但于人无争, 于事也无所争, 一切是讲理让而得。 无所争就是窝囊吗? 不是的。 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, 说明君子立身处事的风度。 射是六亿, 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。 他说, 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, 对立行礼, 表示对不起, 礼让, 然后开始比赛。 比赛完了, 不论谁输谁赢, 彼此对饮一杯酒, 赢了的人说承让, 输了的人说领教, 都有礼貌, 即使在争, 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。 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, 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。 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? 其所以为人, 因为有思想, 加上文化的精神。 孔子讲这一件小事, 也就是说, 人应不应该争? 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, 但是要争得合理。 所以一让而生, 下而隐, 其争也君子。 就是在争, 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。 以现代而言, 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思想。 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, 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。 而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, 一个人立身处事, 乃至一切, 都要民主。 我们民主的精神基于礼让, 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。 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, 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, 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。 再看下面, 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。 子下问曰, 巧笑倩兮美目叛兮, 素以为炫兮, 何谓也? 子曰, 慧世厚素, 曰理厚乎。 子曰, 其余者商也, 时可与言诗一意。 子下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, 他们并不是做文学的研究。 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, 也不是无病呻吟的, 只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, 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的意义。 诗中的西字, 古音是否如现在西音的读法并不一定, 因为音韵及语言, 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。 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阿一样, 没有实质的意义。 再说巧笑, 笑就是笑, 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? 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, 大笑等许多笑态, 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, 自笑非笑。 不是笑吗? 还真是笑, 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。 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, 还要欠戏。 欠是什么呢? 好像电影中女演员的表演, 笑得那么俏皮, 还带点诱惑性的, 就是巧笑欠戏。 美目叛戏, 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, 还要叛戏。 眼神中流露着倒是无情, 却有情的意味。 素以为炫戏, 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, 为炫戏, 就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。 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, 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。 紫夏问孔子, 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? 何谓也? 当然紫夏并不是不懂, 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, 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? 孔子告诉他, 会是后素。 他说绘画完成以后, 才显出素色的可贵。 这句话的意思, 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, 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。 就艺术的观点来说, 好比一幅画, 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, 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。 又如布置一间房子, 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, 也就是这个道理。 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, 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, 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, 礼后呼, 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精神吗? 也就是说, 礼的内涵比表之余外的礼仪更重要吗? 说到这里, 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。 而后世当老师的, 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。 他说, 其余者商业, 认为此下不但讲得对, 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。 当一个主管的, 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, 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, 就说, 对, 你完全对。 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。 孔子继续称赞子夏, 只可语言诗一语, 真正懂得诗了。 诗教并不是教人做一个诗人, 酸溜溜的关门庇护掩柴威, 有什么意思? 要懂得透过诗的感情, 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, 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, 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。 换句话说, 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, 素就是平淡。 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, 素富贵, 行乎富贵, 素贫贱, 行乎贫贱。 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。 唯大英雄能本色, 是真名是, 自风流。 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。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, 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。 换句话说, 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, 事实上也是最笨的, 笨到了极点, 真是绝顶聪明。 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, 人没有谁算聪明, 谁又算笨。 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。 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, 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, 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, 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。 伟大英雄能本色, 平淡, 上台是这样, 下台也是这样。 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香气, 就是土气。 什么是土气? 我是来自民间乡下, 乡下人是那个样子, 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, 没有什么了不起。 所以彭玉林、 左宗棠这一班人, 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, 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, 在政治工业上如何了不起, 但我依然是我, 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。 另一句是真名是自风流, 同意意义, 不再重复了。 这一段说明了会事后诉, 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, 不要过分了, 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, 要平淡。 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, 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。